这节课咱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identity框架 上节课咱们完成了这个基本的数据库的先移 在数据库里面已经把这个表建好了 是吧 你看把这个表已经这个建好了 当然如果说你想在这个用户表里面的角色表里面增加新的属性都可以 但一般用户表咱一般倒没必要增加新的属性 主要就是这个角色表里面一般没有增加新的属性 用户表里面确实有时候需要啊 比如说我在这给他举例 我再给用户表再增加一个我的微信号是吧 举个例子啊 微信 看 有一个微信号 别的我就不弄了 就举着名利弄了没微信号 这样的话呢 微信号当然可是可以为空的 所以我弄一个可控类型的 我再迁移 你会看到咱们现在的这个表里边肯定没有微信号这个字段 是吧 然后咱们增加了一次定义字段之后呢 就会有这个微信号这个字段了 是吧 我看 爱的微信 再update一下这个database 然后 你看这段是不是就微信号这个字段了 ok 这是举个例子啊 你再想增加别的字段 或者说你对于这个表在做什么配置 你都按照这个ef的那些东西来搞就行了 这个没必要再多说了 呃 这个你看咱们在上几课 配置这个的时候啊 配置这儿的时候 这边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了 一个叫做user manager 一个叫做roll manager 那么他们是干什么的呢 咱们的这个mydbcontext啊 你看咱们这个mydbcontext 随便先到这个别的地方先写吧 你看咱们这个mydbcontext 那么你看context点儿 咱们这边users 你看users 你可以爱的什么之类的 他因为都是dbset嘛 对不对 包括这个roll 咱们所以说 咱们可以直接用这个mydbcontext来操作这个数据户 完成这个 这个数据的增上改查 但是一般情况下 咱们没必要直接去用这个mydbcontext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这个标志框架 他们里边提供好这个user manager roll manager 等这样一些类 帮咱们来简化 对于这个实体的这个操 对于这些类的操作 因此咱们一般不需要直接调用它 而是通过user manager roll manager 等这些类来完成这个操作 咱们可以先看看这个roll manager 把这个user manager 你看roll manager roll manager简单一点 roll manager 这是对于这个角色做管理的 你看这个roll manager 这这你看他有哪些成员 你看有这个 没表都看了 你看这个 delete 你看这可以删除一个角色 然后可以find by name 根据角色的名字来找到这个角色 这个roll exist 是吧 判断这个角色是不是存在 那肯定也会有增加 那更新一个角色 这边还有这个 add 是吧 增增加一个clean clean先不管他 什么意思 咱们先看看这个 create 你看上面 create i think 是不是创建一个角色 所以说这个 通过roll manager提供这方法 咱们对于这个角色 早上改查 这所有的操作都可以完成 咱们不需要自己手动去调用这个dbcontext里边这个user 这个rolls这个实体 对不对 同样的咱们的这个对user进行的这个注册呀 登录啊 什么重置密码什么东西 咱们一般也不需要直接去操作这个dbcontext 而是通过user manager 你看这个user manager里边有哪个方法 我一堆啊 咱们根本就看不完 一堆呢 是不是 你就挑着简单看几个 比如说这里边这个 你先是password的 改密码 先别干参数什么意思 但反正一看这个方法名字 咱们这修改密码 咱们可以这样这个方法 比如说检查密码是不是对 这儿check password sync 是吧 然后删除一个用户delate 这个 你看 find by email 是吧 根据邮箱找到这个用户 啊 或者说这个 这个 总之吧 各种各种各样的 根据用户名找到用户 然后等等等等 非常非常多的方法 所以你自己慢慢看 你发一堆方法 那么可以看到通过user manager role manager 等提供的这样一些方法 咱们来对数据户操作更简单了 ok 所以一般情况下大家对数据户操作都使用这样一些类 那么下面呢 我不可能把每个方法跟你说一点没那个必要 我这课又不是这个微软文章的翻译机 我只通过一个例子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两个类怎么用 在这我实现的例子就是说我先判断一下系统里边有没有一个叫做admin这样一个角色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角色呢我就创建这样一个角色 ok我就创建这样一个角色 那么如果有这样一个角色就无论怎么样 反正经过这一步之后咱们这个角色就创建起来了 然后接下来呢咱们再看看有没有YZK这样一个用户 是吧 就用那个find by name这么一方法来查找一下有没有这个用户 如果没有这个用户呢 咱也是创建这样一个用户是吧 YZK这样一个用户 然后的话呢再把这个YZK的用户加入admin这个角色中 或者给这个用户增加admin这样一个角色 能力吧 我这要做的操作就是先判断一下有没有admin这样一个角色 没有这样一个角色就创建这样一个角色 然后再判断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用户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用户的话 咱们创建一个用户 并且把这个用户加入到admin这样一个角色中 这个逻辑很简单吧 咱们就自己来做一做 这个方法也很简单 rowexists就判断有没有这个角色 OK 当然这些方法都是一步的 咱们都这样一步方法就可以了 因为一步方法的性能跟政府各方面更加好 然后create创建角色 然后这个find by name 根据名用户名来查找这个用户 然后这边也是创建用户 然后add to row 把这个用户加入到这个角色 OK不就完了吗 咱们来试一试 还是把它默认生成的 可以怎么干掉 按照规矩 这边加个action 在这边咱们这就是要创建一个用户是吧 那么咱们首先要注入这两个服务 这个role manager和这个user manager 当然他们是范形的 所以说咱们需要实现声明一下这个user manager 这个myuseruser manager 有同学说啊 每次我用的时候都得带着那个饭行这么一个东西 那我生为一个类继承子user manager 比如说就是这个这样写 这有几十本了是吧 class myuser manager 这样写 你看是不是就是省了每次带着这么一堆饭行了 是不是可以啊 这思路是不是和咱们的这个myrole myuser一个道理 当然可以这么做啊 可以这么做没问题 那我这个判麻烦就不这么做了 因为这个只声明用一下以后也不经常用 是不是 只声明的时候注入的时候用一下 后续不需要经常写 所以说的话 我就不见这么一个类了 你如果愿意这么做的话也是可以的 当然如果说你这样生为一个myuser manager 那你的这个 这你把它改成这个user manager 这个把它改成myuser manager 可能还有别的地方要改啊 我忘了是不是还有别的地方要改呢 不见得这么做了啊 因为这个这么做也不太麻烦 所以大家都这么做吧 如果说你要这么去写的话 好像还有一些额外的码需要去搞 比较麻烦 大家都跟着我的思路 都这么写就行了 然后的话 哎咱们再写一个这个private private read only role manager my role 然后的话注入这两幅 谁给他给咱们注册的服务呢 那么就这段话就完成了这个复注 所以这这就完成了复注 所以说没有一个显示这个注册啊 在这因为你看这个builder 在这就拿到了这个复注册这个service吗 所以咱们在这内部就完成了复的注册 OK 所以说在这咱们就可以要求注入这个两个服务了 还是tdp post action result 这叫做这个test1 我在这里边呢 我就先判断一下 是不是存在这样一个角色 role exist 你参数是一个角色的名字 返回这是一个task boor是吧 其他就代表是否成功了 是吧 正因为这样的话 咱那个返回就不能这么写 得写sink task OK 这样写吧 判断这个角色是否存在 wait 如果他等于false 那是不是就说明了没有这个这个角色呀 那咱们就创建这个角色 创建一个my row 这个就可以了 大家叫那个roll manager的这个create方法 你看是不是就创建这样一个角色呀 你看是不是就创建这样一个角色呀 是不是可以了啊 roll manager 但注意啊 咱们的这个user manager和这个roll manager里边很多方法的返回就是这个叫做identity result这个类型的identity result是什么类型呢 他包含了成员有succeed的就是说这个操作是否成功啊 所以说这个user manager roll manager里面如果说调用失败的话 他不会抛一场 而是说返回的这个identity result里边 他这个succeed的为false 那么如果说为false的话呢 在他的avers属性里边列出来的就是详细的错误信息 看到了吧 想过的错误 而且因为错误信息可能不止一条嘛 因为这个比如说你新增一个用户 这个用户的这个用户名 格式不符 密码太短了 他可能有多条错误 所以说他的avers里边是一个集合 所以有可能多个错误 看到了吧 当然 对 就是这样了 那么 因此呢 咱们在调用这些返回值为这个identity result的时候 最后咱们写代码判断一下 OK 所以在这 可以写这个result 等于 所以说就是 如果result等于这个succeed等于等于false或者说不等于是不是就失败了 咱们就这个return bad request failed是吧失败 如果他这个为false的话 你要说明这个失败了 如果说你还可以通过日志 然后把这个失败的这详细信息也可以记录下来 但我这不记录了 因为省着泄密 我只是告诉我这个前端失败了具体什么信息 那你可以把这个东西记录到日志里边 然后让管理人员去查 但咱不能直接把这个错误信息给到口端 当然你可以在这判断 是吧判断一下当天环境是什么 如果当天环境是这个测试环境 你可以把异常的详细信息 这个错误的详细信息告诉口端 我看你可以这么做 当然我在这不弄那么麻烦了 我直接就在这告诉他 create a sync失败了 那个roll manager create a sync失败 那否则的话 这个角色就分成成功了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再来获取一下这个用户 my user user 等于user manager 这个 find by name 是吧 找一下名字是这个 yzk的这个用户 如果他为nau就说明这个用户不存在 如果他等于等于nau 那么咱们在这就 user manager 比如create 你按create的话 他的 咱们一般用第二个参数 因为这个identity里边 一个用户是可以没有密码的 因为大家现在注册很多的网站 其实你不需要设置密码对不对 比如说你就通过你的邮箱 每次通过邮箱的这个验证码就可以登录了 对吧 你看现在很多的网站根本就不用顺密码 你一登录这个网站 你输入你的手机号 然后一会他给你手机号发来验证码 你把验证码一填就登录了 根本就没有说设置账号密码这回事 呃所以说就可能存在着不没有设置密码的账号 那么咱们的这个identity里边呢也是考虑到这种情况 一个账户是可以没有密码的 所以说你看他的create a sync有两个存在方法 一个是只有一个优势对象 还有一个叫做有个第二个参数是可以设置密码 咱们现在用这个比较传统的方式啊 通过第二个参数给他设置一下初始的密码 所以当然咱们这需要先创建一个买优势对象 ok 那他为now嘛 咱们就new一个他 然后这个用户名是yck 然后密码 123456 这就是我的这个密码 当然你看他的返回值还是这个identity result 就咱们还得判断一下 await 然后这样 最后呢反正最后走到这的话 这user肯定不会闹了 因为你这都创建了是吧 return ok 行了 咱们来试验一下这个程序能不能跑过 咱们现在先看一下这个数据库里面啊目前为止 这个 数据库里面 这个user这个表里面没有数据是吧 这个roll角色表里面 我先把这个关关 这个用户表里面 没有数据 角色表里面也没有数据 用户角色 关系表 那个是用户角色 这是用户角色的关系表 这三个表里面是没有数据啊 那咱们执行一下这个方法 现在不报错啊 ok 没没报错 然后咱们到这个三表里面再看一下 啊 我忘了什么忘了把它 你看这个角这个用户有了 角色有了是吧 用户有了角色有了 你看这两表都有了我忘了把它 忘了这部了就是把这个用户交这个角色 那咱们还可以再判断一下吧 这个 判断一下用户是否 这个 拥有这个角色 用后用户是否拥有这个角色 那属于是哪个 这个链 还是roll 没有 roll 啊意思 所以说这方法我也没记得 我就在这 反正就是 他要么就属于user manager 要不就属于roll manager 我先看看user manager 有没有包含roll的 我就看啊这几个方法 添加 得到这个用户的所有角色 你看 is inroll is inroll 是吧 判断一下 你看这个也是应用就俩参数吗 这角色的名字 和用户就判断一下这个用户是不是有这个角色 反正这就不玩吗 所以这个东西完全没有必要记 我也不是背过来的 我就是 随时点然后找出来的 就是说 这个用户 是否是属于这个角色 admin这个角色 是吧 如果 他 不属于这个角色 是吧 你看他没有这个角色 不 有这个角色 然后的话咱们在 这个user manager add to roll 把这用户加入这个admin这个角色 await 当时他的返回值呢 还是这个identity result类型的 咱们还得判断一下 user 就user1 ok 咱们再走一下 再走 很显然这个前两步 他都过了 是吧因为就用户和这个角色肯定都存在了 咱们其实最后只行这句话把这个用户 添加这个角色 然后咱们这个数据后 再看看 这俩表没有变 是吧不会再增加新的数据 因为咱们判断了 然后这个关系表里边 您说关系也建议起来了 ok 所以这就是咱们调用user manager roll manager等这些方法 完成的这个用户 角色的创建 这些方法我不需要去讲 我也记不住 我也是现用现查 所以说呢 大家只要大概浏览一下这个 这些类里边定义的那些方法 那你现用现查 现用这个现找 都可以 好吧 但你只要知道说 在identity 这个框架 或者这个标志框架里边 咱们操作这些表 咱们都不需要直接去操作这个 mydbcontext 咱们都是通过user manager role manager 来完成 那么也就ok了 那么下节课呢 咱们再 基于 不用下节课 还得用呢 咱们接下来呢 再来实现一个说 检查用户 比如说用户输入一个用户没有密码 检查一下这个用户没有密码是不是对 那么 这个呢 我是怎么做呢 首先还是根据用户名 查导到这个用户 根据用户名 查导到这个用户 然后再来呢 因为咱们的用户可能会被锁定 比如说你的密码输入次数太多 可能就会导致这个用户 比如说被锁定5分钟 被锁定 这个半个小时 什么之类的 就像你的苹果手机 是吧很多人的那个 无论屏幕还是安卓 你的锁屏密码 按错几次之后 可能就会提示你说 这个5分钟之后再试 你再按错几次 可能 一个小时之后再试 多按几次的话 可能就让你365年以后再试了 所以说这就是 就是说如果说你的这个 用名密码被尝试的 次数过多的话 他可能会把你的账户锁掉 当然 除了这种登录失败造成锁定是吧 也可能会是管理员主动锁定 比如说你这个人干坏事了 我暂时把你账号给你锁定给你封掉 防止你继续干坏事 所以这就 is lockout 所以说这个 identity框架里边有一个用户的一个lockout 这个概念就是说把这个用户给他锁定 所以在这呢 在这个继续检查他用户名密码是不是正确之前 咱们先检查一下这个用户是否已经被锁定 所以调研一下user manager is locked out 这样一个 方法判断他是不是已经被锁定 如果说这个 没有被锁定 那么接下来我再调用这个user manager这个check password 这个方法 然后来 判断一下 这个用户对应的用户输入这个密码是不是对 如果对的话那就告诉ok 如果不对的话 不仅告诉他这个密码失败 而且呢在这还调一下这个access failed async这个方法 记录一下说登录失败一次 列的意思吧登录失败一次 当他从事登录次数达到若干次之后 这个账户也会被自动锁定 所以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用户比如说尝试登录什么之类的 好几次都失败那每调用一次 那么内部就给他计时一次 每调用一次就给他计时一次 然后若干之之后这个用户就被锁定了 你可以看看咱们的用户表里面 用户表里 用户表里面 你看这有一个字段 叫做is locked enabled 是吧 这指就说这个用户是否已经被 没有被锁定 是不是相反 这个用户是否可用 目前是1 是吧 是可用的 当他变成0的时候 这个用户就被锁定了 这还有一个就是 锁定了 就这个从事失败了几次 目前是零次 当他涨到一定量的时候 那么这个账号就被锁定了 这个 他这应该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啥呢 lock out 对这还有一个锁定的结束时间 比如锁定你五分钟 锁定你半个小时 这还有一个锁定的结束时间 看到了吗 所以这就是这三个字段 锁定的结束时间 用户是否已经被锁定了 以及说 这个用户已经从事登陆多少次失败了 然后的话 咱们继续来顺着这个思路来写一下 检查用户名密码是不是对 所以说咱们再写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 得写对应的一个实体类 就是这个 check password request request的类型 省事者是一个request类型 这个用户名 username 然后 password 名买 azurettp post public sync action result 换一种形象 就是用普通的action也行 是吧 在这的话咱们就 checkpwd checkpassword 在这的话咱们先 用户名 password 然后的话咱们首先来根据用户名 查到到用户 user manager find by name await 然后在这呢 如果用户不等一呢 等一呢 return 这个 告诉一个bed request或什么之类都行 你看我这个 我这个ppt里边我写的是这个not phone 这告诉扣端这个用户不存在 这其实给了个404是吧 这种方式比较符合咱们的这个rest 语义的对不对 但是这种方式呢 容易造成泄密 就是说这个用户名不存在 你想想 如果说你这个网站对于登录的时候说用户名不存在 会告诉我明确的告诉我客户端说这个用户名不存在的话 这是不是有安全风险呢 这样的话一些恶意的用户是不是可以反复的尝试 就是说你的用户系统里边有些哪些用户名是存在的 哪些用户名是不存在的 他最起码先试出来一些可用的用户名 再慢慢设你的密码 所以这样的话可能会有危险 对不对 因此建议大家啊 不要像我ppt这样 当用户名不存在的时候 告诉扣单用户名不存在这样的话可能会有泄密的风险 你想想这个 这个如果说 你想黑一个网站上面的用户 那你可以先用这种方法先试试啊 这个YZK这个账户 不存在 那我就不是YZK的用户名了 来了ABC ABC这个用户名存在 那我以后就可以把ABC的各种可能密码都是 都试一遍了 对不对 所以说尽量不要告诉这个用户名不存在 在这咱们就可以buy request 就告他 错误的 你的请求错误到底是哪错误 是吧 是密码错了 还是用户名错了 那我不告诉你 这样的话更安全 当然这种方式的话 对于开发环境来讲不友好 那你要开发 比如说对于开发环境来讲的话 那个调用这个接口人 怎么回事 到底是怎么 你就告诉个 告诉个这个400错误 我哪知道是什么错误呢 那么你可以在这根据这个呃这个当前是不是开发环境还是这个呃这个运行环境来决定给他显示不同的信息是吧 这个就是我再弄一下吧 是吧 read only 按web host environment host environment ok 然后在这 如果啊 is development 如果开发环境 那你就可以这个return 呃 not found 当然在这也不要 就要不要在开发环境和这个生产环境的这个状态码不一样 你可以让他这个响应的报文内容不一样状态码最好还是都是保持一样的 否则让人家开发环境人家判断了这个你如果开发环境是返回404这个生产环境返回400那别的代码也比较乱了是吧 所以在这呢咱们无论开发环境和生产环境咱们都用400 battery quest在开发环境生产环境这个的开发环境多告诉人家一些信息是吧 用户名不存在 else 我只在这举例子啊后边的话我就不举这个例子了呃我就开始简怎么简单怎么来呃 但是大家可以知道是可以这么做的啊如果发现这个用名不存这个用户不存在这就报错了那么如果存在的话呢接下来咱们再看看这个用户是否已经被锁定 那就是if await user manager is locked out 是吧这个用户是否已经被锁定 如果 已经被锁定 那么这种情况下咱们应该可以大大方的告诉他这个用户被锁定 这个我感觉到 我没想到有什么不安全啊 如果想到再说我最起码目前没有想到 那就是这个用户 已被锁定 如果你发现有什么安全的话你可以在弹幕在评论区说一说你的看法 被锁定 那锁定的这个结束时间咱们说一下是吧 锁定结束时间 locked end 不是还有个结束时间的 ok 否则如果是没问题的话接下来咱们就判断一下这个密码是不是对 user manager check password 这个用户名的 这个用户的这个密码对不对 返回值是一个布尔类型 如果他 pwd ok 如果他正确那啥都不用说了 return一个ok 登录成功 else else 否则的话那就 bad request 这个 这个 用户名 或者密码错误 并且在这之前怎么样怎么样user manager 要记录一下登录 要记录一下登录失败 记录一次登录失败 ok 咱们来试一下 有代码有写错 sync task 然后check password 那咱们在这用户名abc 你看来的 下写一些 execute 用户名不存在 因为咱开发环境们可以靠着扣断 用户名不存在对不对 咱们那个yzk 你看用户名或者密码错误 是吧 然后咱们到数据会本来再看一下 到这再来刷新看一下 你看 这是不是记录了这个登录错误一次啊 一了吧 然后这个登录的这个 locked end 这还没有锁定的 是吧 所以你看这一 然后咱们再失败一次 二 是吧 嗯 哦 对 我这还忘了一步呢 我在这你看如果登录成功了 123456 你看这登录成功了就是登录成功是吧 然后的话呢 他这玩意儿没有复原应该是登录中间可能登录错几次之后一旦登录成功一次是不是应该把它这个复原呀我这没复原所以这个PPT里边写的不完整地方那怎么办呢咱们在这个登录成功的时候应该解除这个让这个access fail的让它复位怎么复位呢我记得有一个复位的方法 这些什么呢我记得有一个复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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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位 给漏了就不管用了吗 还记得我给大家讲 Await的原理是什么吗 因为你一旦加了一个新增加了一个Await 是不是你这个方法就会有被编译 成了很多的这个类啊 增加了一个Await 又你的一个类的成员又变了 所以说看起来你只是改了一行代码 其实生成的代码里边又多了一些方法 多了一些 不会多了一些类 但最起码多了一些方法了 还记得Await的原理 把编译器给你搞了一大堆状态 还记得累对不对 所以看似你加另一行代码 其实生成代码里边变化很大 因此只要加了一个Await 你就得重启才能耗水漏了才能生效 三次是吧 我登陆成功一次吧 一二三四五六 成功是吧 然后回过头来再看一下这 复原了吧 因为咱们在这额外加了这么一个reset 帮他一旦登陆成功之后给他复位 那么我再试试啊 就我一直这个说错了密码 来搞几次 一次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看现在这已经是四次了对不对 然后五次 五次 这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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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据切算是还是一我就不知道他是一啥 但反正差有一个lock out end了看到了吧 一个这可能我可能理解错了 这应该不是说是否一锁定 但最起码说这有一个也是lock out end 你看他是不是就代表说这个锁定的结束时间 这是在这个时间 这是叫做这个世界标准时间 世界标准时间的5点38分才解锁 这个锁定了5分钟 那到底登录错误多少次 这个解锁 才这个锁定 以及锁定多长时间 这个也是在咱们的这个program css的这儿是可以配置的 看到了吧都可以在这儿来配置 比如说这个锁定时间 应该是在这个locked locked option locked option你看 最大凑的次数 然后默认的锁定时间 都可以在这儿配置 你看比如说这个options locked out 这样的话就是凑十次之后才灯才这个才锁定 然后 默认的锁定时间 from 一锁定就所默认锁定一天 那么就可以这么写 看到了吧 ok 所以它的配置是可以修改的 那时候说你 咱们你使用 比如说第一次登录失败 然后锁定多长时间 第二次登录失败 锁定时间更长 那这个怎么实现呢 我猜啊 我只猜 它的这个 这个 这个方法里边 应该是有 应该是有东西能够 改变它的这个锁定时长的吧 我感觉 会不会有 你看这儿有一个set locked out in the day time 所以说你还可以通过它来手动的修改 它的这个锁定时长 看到了吧 所以这玩意儿你想玩什么的话 你就自己到这个lade盯一边 好好找找 大部分你要用的东西 这全都有 ok 行 那么这就是这句 可以给大家去讲的 怎么样的新增角色 新增用户 在新增角色 新增用户的时候 只要注意说 它的返回值 注意最好做好判断 这样的话 你的程序中 当发生异常的时候 能够及时的发现 那么第二个需要注意问题 就是咱们登录的时候 有一个锁定 有一个锁定 还有一个这样一个 这个access file的这个问题 同时如果登录成功 千万不要reset这个access file 好吧